最後又是那個康軒的動畫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然後來複習一下所謂的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牛頓三大運動定律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定律 用時必須用手或腳脫水 手握腳對水濕力的同時 水給身體反作用力 使身體前進或後退 滑彈時必須用腳脫水 將對水濕力的同時 水給腳反作用力 使船前進或後退 火界機噴射機燃燒燃料噴出氣體 利用噴出氣體所產生的反作用力升空 每十五米必產生一反作用力 十兩米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也同意持續作用 且同時產生同時消失 接下來我們主要探索的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好,這就是簡單幫各位複習 第三運動定非常簡單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我打你你打我 我愛你你愛我 分清楚誰是作用力 誰是反作用力 誰是互相平的力 了解一下生活中哪些現象跟應用 然後呢應該沒有問題對不對 那麼就請寫 科長練習